歡迎來到X-House的頻道 今天來到一間專改RB26的商店 就是Turn3 因為我們終於搞到32了 32經過了兩天時間終於拆掉大部份的東西 你會見到現在闊計是脫下來了 所有安裝冷卻、水箱、所有批評都已經拆下來了 你會見到後面 尾座也拆下來了 還有就是 哎呀 尾蓋 尾蓋 尾蓋裏面所有的Panel都拆下來了 星紅的尾蓋 是的 多厲害 Tesla也沒有 你會見到我們這次要拆散 要拆散所有東西 因為我們要先做加汗 做完加汗會整架車朋友 剛才看到引擎都很殘殘的 雖然不是太過份 但我覺得 看不看帥是必須的 還有你會見到這些位 這些甲口位 我們都會做加汗 因為始終 32的車架比較夠 所以強化的車架 因為始終比較容易flex 先回到前面 這裡沒有東西看 大佬 自編 自編 你死了 你讓我出去吧 不行 回到前面 其實前面的塔頂 我們全部都會加汗 還有 鎮 連到firewall的位置 我們都會做加汗 整件事就會 絕對很多 其實 為何要搞這輛車 為何會這麼快開始這輛車 其實有幾個原因 因為你會見到我們 都換了nitron的避震 其實 終於鎮了一次 你是覺得這輛車很虧 很難虧 很難虧 如果換了trust turbo 換了vcan 都是這樣的話 我幻想不到原裝 其實它是很leggy 原裝的Gitar 你差不多去到5000多轉 因為你鎮開EV-9 你不可以拿EV-9 跟這輛車比 尤其是你換了避震 換了Ti-Link 這輛車很穩陣 但又不夠力 你不覺得好像搶著山 好像搶著遊艇 所以這次我們做家看 朋友同時 我們都會upgrade這輛車 和重新調整電腦 不如去那邊看看 這裡就是我們 RB-26 RB-27 是RB-27 說是 他說是 他說很多都是新產品 但未必是新產品 所以別人跟你說是新產品 未必是新產品 大佬 所以你自己 因為他們可能改裝的時候 是拿一些舊件跟你砌 所以就說 You got it 新砌舊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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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拿一些殘餘物資 這輛車之前可能upgrade 2.8 那邊有一個piston 拿一個piston用就對了 就是這樣 他就說是新砌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 買車要小心一點 最好有照片有documentary 很難的 有照片有documentary 就不是這個價錢 所有東西都是 價錢反映在一起 其實我們這次要換了Turbo 以及3cam 我們會保留 你看到這邊 我們都會做很多東西 我們換了Nesmo Intake Manifold 以及 我們換了Fuel Rail 工油和Injector我們都會換了 Coyle也會換了 Coyle也會換了 Coyle 不如看看這邊的箱 這些是你訂了的件 這些是你訂了的件 已經訂了的件 有部份還未到 因為其實這次這個project 你又要加汗又要噴油 其實都要搞一頭半個月 起碼 不知年尾能否搞定 應該搞定 應該搞定 功夫一下 這些就是 Wiring 沒有特別 最緊要是這個 LINK電腦 LINK的電腦 因為通常在日本買的車 我未見過日本人設用LINK電腦 好笑 你就算見到 Best Motoring的車 全部都行那些 Fcon 那些 Turn3的負責人 Ellen 就立刻遞了一個 35的Coyle 你會見到後面 特意有一塊CNC的plating 這塊是漂亮的 你會覺得整件事是 你見到34 我們現在的34 HS那個就欠了這件 這件事 對 所以第34 升級也要升級35 Hitachi 算了 什麼叫做Balun 34就Balun 34就Balun 34就是Balun的 34是我見過 發生最失敗的東西 人生的污點 是 這個是全新的 OK 很英俊 我昨天跟Joey在研究 如果我們要 買一部CNC解 切個機器 會多少錢 在想學不學那個軟件 我們已經研究了沒有 好研究才會研究 研究了 因為我想有時 平時你自己有些DIY的東西 你可以自己解 OK 打一部機很貴 明白了 這是什麼 Fueluel 應該是Fueluel 看看 好 我們給 這個也是星紅 我們可以介紹一下 趁現在的時候 這個就是Turneville負責人 就是Alan 當然追查了Fuelueluel 他們很知道你的愛好 不會製造藍色 綠色 紫色 黑色 就是黑色 這個就是Fuelueluel 我們先放下 大家可能很好奇 為什麼我們會來Turneville 來製造GT-R 之前不是在其他地方製造的嗎 這系列是沒有出現過的 是沒有出現過的 是突然出現的 為什麼呢 其實源於大半年前 有一天 有時候我和Joeymah會出水 我記得 是 我們很久以前有段影片 拿C63 不知道保養還是什麼 是 那時候你說 34有新的Street rack 我們在28卡看 是 你不是貼過28卡嗎 Dial在IG 好像是 Instagram 我們在Instagram 看到它有一條 brand new的Street rack 我們就聯絡他們 我們找他們 想要Street rack 就買了Street rack 建立了一個connection 開始講到Turbel setup之前 我們就講了兩個比較重點的改裝 就是 第一件事就是這個 這是什麼 這就是AM Fitting 因為我們這次決定把暖氣都拆掉 有什麼好處呢 就令整個cooling efficiency 都比以前好 第二件事 就是Delete ABS Bump 要Delete ABS Bump 有很多事情要做 首先就是 34浪ABS的Master Cinder OK 你說了 CNC 這就是金色的 沒錯 我們拆出來看看 這個就是Auto Select 整件事都是CNC解出來的 是 這件事是精細的 裏面 你看到的孔 全部都是 怎樣解出來的 我想不到怎樣解出來的 工藝 這真的是工藝 除了這件事 其實你要黏著ABS 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首先你會看到這些 Fitting Clips 因為正常是 你會看到Firewall 正常有四條口 那要用這些 就是 因為你調整了ABS Bump Shit 你剩下兩條口 這個就是 放兩條口 的 你就不會 突然間多了兩塊東西 調整 還有這雙東西 沒錯 這雙東西是經典 這雙東西 就是已經停產了 就是N1專用的 鎖子 其實很簡單 一件東西 只不過你現在買不到 因為已經停產了 最主要是OEM 為何N1會壞到呢 因為他們之前是有一部 N1的SAR2 他們其實看完 N1的SAR2 和一部普通的SAR2有什麼分別 就是一些很細微的分別 為何N1值那麼多錢 就是值這些細微的分別 我猜不到原來 連這個Clip 都是 N1才有 因為其實 你在官方的Data中 沒有說得出N1做了什麼 但其實它裏面有很多細微的特別的地方 你是會開始去 欣賞 欣賞N1的特別之處 我們就 因為預算的上限 我們就沒有買N1 買一部普通的SAR2 留下錢買市場 糟糕 糟糕 終於說到主角了 想說主角之前 我們再說一件另外的東西 就是這個原裝的SAR2 有什麼特別呢 34買一個 brand new 32已經停產了 這個就是已經rebuild了的 SAR2 其實rebuild SAR2 主要是將那些sealing 所有都換了新 防止漏油 我覺得SAR2是我們有一個很執著的 我們很喜歡搞SAR2 我不知道 為甚麼呢 因為它很著重態感 很著重態感 OK 其實最著重態感 有很多東西可以upgrade 不是只有SAR2 當然啦 換新的Tie Rock 那些 換新的Tie Rock 可能那些底彈也換了新的 絕對有幫助 我想分享一個分配 說吧 你可否停止自己訂車這個行為 為甚麼 你又買了一套Nismo的底彈 給SAR2 但在最後 你現在決定又訂Akia Formula 沒錯 你多了一套底彈車 我們現在多了一套Nismo的Nismo底彈 For sale brand new 在一個倉裡面 講主角 你會見到這個就是主角 嘩 真的很重 這次有點特別 Single 沒錯 沒錯 我們這次SAR2 會行Single Turbo 因為SAR4 雖然現在是行Twin HS的GTV RS Turbo 但都駕不到 灰靈了 我們這次就行Single Turbo 這個就是Garrett的G35900 其實這個也是Ellen介紹我們用 比較適合我們的Application 以及比較適合我們喜歡的東西 因為我們不喜歡這部車太Laggy 想盡量 快點來的轉數 因為你始終在香港 你幾有幾可上到高轉 以及你上到高轉的時候 人家已經跑掉了 所以是沒有人用的 以及配合這個Turbo 就會有這個 Single的Custom gel 你會見到 它的Weldings位 是超級美 這個是Burned Edition 就是Turne 3特別 Exclusive才可以做到這個Finishing 所以如果你 不在香港的 在外國的 你想買這條招 再加上這個Finishing 你可以找Turne 3 但有些人應該會挑戰 Single Turbo 不如讓Ellen解釋一下 好嗎 就是要找他解釋一下 為什麼要用這套Setup 你可以進來這裡 34原裝 32原裝 又在用Twin Turbo 我們現在34改的都是Twin Turbo 其實為什麼你會建議 Single Turbo over Twin Turbo 第一 我很開心你 大半年前 來到我們公司 試過一輛34 不用客氣 不用客氣 不用拘捷 那輛34 我記得你來的時候 不如開個頭感看 不如不要 不如先試一輛車 試一輛車出來後 效果你都很滿意 其實那輛車 都是在用Turbo 是 用一輛GTX 3582的Turbo 是 起碼你個人和Joey在車內 很澎湃 很澎湃 都不是很厲害 是的 所以 今次你的32 我們很推薦 你用Single Turbo 但就不是用GTX的系列 用一個Efficiency 再高一點的Turbo 所以我們選擇了 G35 900 其實G35還有很多 模特兒 有1050 但是 我們Tune電腦 有個最大的影響就是電油 電油是局限了整個馬力 所以如果香港電油使用G35 我覺得會更適合你的應用 我們現在的設計 現在的設計 現在的內容 大約多少HP 這副機器 大家的 discussion 未必會打開 如果說回我們的參考 我們陷入2.8 Kit 用這套Turbo Kit 我們可以輸入到接近 730多匹 引擎 power 之前我們量過 Compression 這副機器我們記得 我忘記了 我有記錄的 如果我記得 兩個光是120 正常是大約150 150 如果你說六個光都是很平均 低 就是Overe and Tear 但如果你說突然間有兩個光是低 會有少許隱憂 不過我都覺得 不要緊 因為將來你們都會升級 之前都說過這副機器 不知道是誰組的 你在搞這副機器的同時 我們平時現在升級Turbo 你的Tune KTKRi的時候 你有甚麼隱憂 它用甚麼盤頭斬口 甚麼尺寸 那把遮蓋多大 以及它本身的遮蓋壓縮 我們不知道 這些是隱憂 說完這副機器當然是隱憂 你對這次的Tune 會有甚麼預期 這次的Tune對我來說 挺有挑戰性 它不是一副 二三百匹的機器 是 出到來 我相信如果是一個健康的機器 超過六百匹 是沒問題的 我都是給不到一個很實際的數字 因為我們未試過這樣的設置 我不敢保證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我不想 說到天花龍鳳 到最後做不到 始終有很多東西不是去控制範圍 簡單來說 因為始終這副 最主要是副機器 裡面的Internals要用甚麼component 用甚麼Mix and Mesh 用甚麼成員物資 沒有人知道 即是你爆散才知道 為甚麼我們不去做呢 為甚麼我們不爆散 副機器重新搞那個KTK 很簡單 一個原因 因為它有一個0u block 我不用花任何錢 在這個爛鬼block 因為要上 要上24u 要上billet 只剩下兩個選擇 為甚麼要花錢 在這副機器上 所以玩RB就有很多問題 因為如果你要組一副 我當作24u 裡面做了HTX的2.8kit 做HTX的2.8kit 你要拿一個block 去Machine Shop 將它撥大了 Cylinder 之後你的Head 就要把K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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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加起來 差不多230萬 簡單的你搞2.8kit 會買Turbo 230萬就不行 所以為甚麼我們現在 不搞這副機器 等我們真的調整完 當它調整的時候 可能一單都死了 OK 副機器爆了 那就有藉口 那你就幫它送中 明白嗎 你就幫它送中 起碼你拍到它 幫我送中的角色 所以你寫電腦的時候 最好 設一個GoPro 給它每次都在錄著 看它拍到磅 你明白嗎 不要說廢話 我們鬥太遠了 所以為甚麼我們不想 浪費太多心機 我們主要改周邊東西 因為改周邊東西 我們可以用到新機器 就算我現在升級了 現在升級了水箱 現在升級了Turbo 我現在升級了 Intake Manifold 全部都可以轉到新機器 這就是主要原因 我說完我發表完了 你經歷了兩副改裝的RB26 都是有點問題 都不健康 有甚麼見解 做檢查很重要 其實怎樣說好呢 就是當你買一些 不只是限於RB 可能Super 都是 你買一些它有Claim的 NG internal的車 最好 要是你揭盤頭 要是 你就用這個script testing 看看內規鏡 裡面發生甚麼事 我覺得這件事是必須的 我自己會推薦揭盤頭 因為揭盤頭有時候 更加看多些東西 看看盤頭的底部 有沒有融的跡象 以及可以量度到遮掩的尺寸 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像你剛才說的Scoop test 都是一個很好的資訊 但是車主也未必讓你揭盤頭 但當然最好 如果你買回來 都可以揭盤頭 看看裡面究竟 有甚麼東西 有甚麼component 知道也好 知道也好 重點是那些 說自己改造的 對 你真的不知道 你拆穿他們的 騙子 有些人覺得自己換了File Cover 就是換了手機 有很多騙局 真的太多騙局 太多了 你們都不會知道 我們用家都不會知道 其實都說完了 32都說完了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東西 沒有unbox 因為我們覺得有些無聊 膠邊沒有理由幫你按摩 對 膠邊 還有裡面的內櫳式件 還有可能我們現在的Clutch pump 都換了一個 還有車有一個問題 之前防渡是很容易響的 你想想看看 它的架子是怎樣拉防渡 可以 你看看司機位 你開司機位就換了 整扇電線 師姐證明甚麼 師姐證明日本製造的東西未必一定好 特別是現在的年度 這個防渡厲害 所以防渡是 你拍了車在停車場 旁邊有車經過都會響 最要響到那次 因為我拍了不在我自己的家 那裏 拍了在另一邊停車場 管理處大佈說 你的車很吵 我突然回過去 unlock了車 unlock了車 我連鎖都不停鎖 就這樣放在這裏 是很誇張的 鎖不到車 因為日本偷車真的很嚴重 特別是這車現在升值 所以 我覺得防渡是重要的 我先說 你的車全部都放在AirTag 所以會知道去哪裏 就是這樣 所以這些全部都會掩蓋 剛才我們說的內櫳式件 有甚麼內櫳式件 門板買不到新的 但其實這塊門板還可以接受 這些就尋找 盡量是主要的 因為我們很討厭水轉印 之前說過 裡面所有水轉印的車都很敗 三連鏈是否拆 之前我們談過 你都建議三連鏈是拆掉的 如果你不拆掉三連鏈 那你沒有其他東西 去顯示 油溫水溫油壓 在我吹車的時候 電腦有Data Lock 當然你鎖的時候就看不到 但是現在不流行這些 但是有個很大的問題 你拆掉了不是有螺絲洞 之前有跟Joey聊 在網上世界搜羅回來 搜羅的dashboard 搜羅的dashboard 不用搜羅 我搜羅過了 你知道全身 我之前見過有人說 7萬元 有有有 而且全身 都有那些混蛋 真的站在那裏 不如你拆掉它包裝 這個也是好一點 這個也是一個好原因 好的方法 問題是強到 日產博物館那部也有 是的 所以是搞不定的 所以其實32到最後 你可能都要Rap 6 或者會有MOTEC 不需要 我們駕駛過一部 不准的 入了隧道看不到自己駕駛多快 速度 不小心駕駛180度就不好了 7800就說了這部車的事 我們都蠻期待的 因為之前 我們Off Camera Alan用一部 他們自己調調的車 車駕駛出去飛了一轉 Impressive 我覺得絕對是澎湃過之前 我紫色也沒有 澎湃很多 你也錯過了 而且我們三個人 加上你80公斤 加多80公斤 又80公斤 你沒有80公斤 你多少公斤 70公斤 你70公斤 那我不會重過你 我不知道 我真的這樣就重量 70公斤 70公斤 你肯定 我肯定 OK 即是我重過你 Fuckman 你一定 OK我減肥 其實你預計要多久 但我們不會催你 但我從來 我建議大家 你叫Shopman 改裝你的車 你可以叫它提供一個Time frame 但你千萬切記 切記催它 因為 切記不要催它 不要催它 萬公出細貨 真的 當人家要有心機幫你製作 不是每個人都有心機 可能就像XX 就像XXX 就像XX店舖 放在車上收你發車的錢 我不想知道 那些是廢的 但如果你是有程序的 可能定期都會發出相片給你 我也是必須的 如果你說Time frame 這幾天就會去做家行 做完家行之後 就會直接去Body Shop Body Shop 就不只是 困有不簡單 因為有32公斤 有這麼一年份 有些瘦都要 弄 算不算多瘦呢 不算 如果你是10分 車底 要給多少分 7分 7分 很報仇 正常 我都要給7分 7分 但最低限度 沒有大碰撞 最重要是這件事 最重要是這件事 去到這裏 因為始終我們這輛車未完成 我們先做一個Disclosure 因為其實 很多人會覺得 我們就是中止 我們不等是中止 OK 我們事源 我們會跟大家說好不好 你等我們事源 跟大家說好不好 你們才做決定 OK 這輛車就是我們 第一輛試驗品 跟Turn 3同一 很期待這輛車的完成度 可以去到哪裏 我都很期待 我還有換的新波箱 是 因為我好奇 我看Nesmo的Heritage 33個5-speed是可以買到的 還要是賣1萬元 所以我都聽他的建議 因為33和32是一樣的 你要做一點就開裝 要改裝一些東西 Transfer Case 和一個Pull Type 的幾次 波叉 Bearling 都不同 OK 明白 我還有 你的Clutch 都要換 是 因為你這個Clutch 是Pull Type 32 我要換Pull Type 換Pull Type OK 你會建議什麼Clutch Extreme 又可以一個 一個很好的品牌 Nesmo Extreme Nesmo 不用了 Copper Max Copper Max Twin 我很多客人都用 因為五個英文字擺在一起 我們之後有開過很多Twin Play 有STI Twin Play 有ATS 有Extreme Twin Super 最不好 我覺得Nesmo 如果你追求品牌子 但不要太執著 我覺得不要太執著 NiS M O 都要五個字 有很多牌子 除非 你要製作CRS 你就要好人執著 如果你不是想要 放兩三球東西出來製作CRS 不如用製作 就這麼簡單 Mix and Match 回來最好 不一定是Nesmo的雞腿最好 還有IKEA formula 不一定是Nesmo的喉嚨最好 還有很多其他牌子 所以大家要懂得選 不要只看牌子去買東西 不要看到他買就去買 我以前也是一個 喜歡看牌子買東西的人 我也是這樣玩 但我現在開始 已經開始去學習 如何去Mix and Match 反而要做到一個最好的 要收出來 說了很多廢話 可以收棄 那32的標準 基本上高化了 我們高化了 什麼改裝 現在的情況 來一間新商店 之類 究竟之後成果怎樣 我現在一刻都不知道 我希望我出片的時候 已經知道了 是確實的 其實 說完了 所有東西都 今天講了很多知識上的東西 Alan 追了好耐水 解釋了很多東西給我們聽 有沒有開車 可能有點悶 有沒有勾撅 最期待的東西又沒有 什麼時候會有勾撅 可能有很久沒有勾撅 師兄 EVO 9 你就勾撅了 是嗎 有勾撅嗎 不知道 勾勾的 隨便吧 你個人勾勾的 隨便吧 OK 總之 這段影片 就是這麼多 如果想留意他之後會搞成怎樣 記得留意之後的影片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Like這段影片 以及記得Subscribe 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先走了 拜拜 觀眾們有沒有試過 可能自己有車 Twin Turbo 轉Single 或Single轉Twin Turbo 有沒有什麼感受呢 大家通常會比較喜歡哪個設置 或者你沒有開過的 你打過GT7 換過Single Turbo 你說一下分別 我真的走了 拜拜 旋轉Twinkl Zither Harp 匠